另外再来看到美国的代孕产业 最近出现了惊人消息 原本替一对中国夫妇 代理孕母的杰西卡艾伦 竟然同时怀伤了 自己和代理夫妇的两位婴儿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事件又该要如何收场 投资新闻也特别独家访问到 美国代孕法的权威律师蒋佩芳 来深入解说 看小baby在镜头前活泼可爱的模样 很难想象在美国代孕 竟然会因为和丈夫性行为 结果发生罕见的疫情复运 让肚子里同时出现 中国夫妇与自己的小孩 最后闹上法庭 明白情况对中国家庭来说 将是沉重打击 因此让美国代孕法律师 蒋佩芳相信 只有站出来创业才能帮助华人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专门做这个R的法律 什么叫RART呢 Assistent with Protection Technology的法律 已经15年以上了 那我自己呢 也是把我的卵子在我30岁就把它冰冻起来 然后三年前我把它拿出来 然后有一个小男孩了 现在三岁了 才刚刚三岁 所以因为我自己本身体身经验过这些东西 我自己本身也是律师 专门做这个的法律 所以我们打算说为什么不再开一个好像姐妹公司 就是给我们的客人更多的服务 明白代孕中心好坏差很大 不止最好的预防方法是找到好律师全程保护当事人 面对层出不穷的意外 更需要律师把关创造出优质的美国代孕环境 不是只有上法律上的服务 就是说一条龙就是说什么都安排好了 那大部分我的客人就像说我做家庭法是跨国家庭法 所以大部分我的客人都是在国外 然后我说国外他都是台湾 中国香港 那现在的代母呢也是我的客人从那边过来的 所以呢我们就打算说开一个姐妹公司 就是帮这些客人呢来到这边的时候 他们居住还有车子 还有他们的娱乐 还有他们的那个法律上 还有代母的东西都全部都包下来 所以这样子的话就好像说 就是给特别 就是说exclusive 就是VIP的特别贵宾的招待 而坚持最高代孕品质 身兼爱儿代孕服务中心创办人蒋佩芳 光是餐饮安排 不只能要求所有月子餐的制作过程 全程符合美国卫生评鉴 与合法经营执照 甚至能与多家米其林新级餐馆签约 特制营养餐点用心服务当事人 我们也在选客人 因为我们一年只能留几个客人而已 所以我们都要一个选 那我们是包括什么呢 他们订飞机我们都帮他订好了 然后连医生的那个检查也订好了 他们一来的话 时间都有一个时间表 他们要做什么 他们去哪一天去看医生 哪一天去抽血 哪一天把金子 如果就是要金子的话 还是跟先生来的话 金子什么是把他冷冻 什么去拿 然后怎么配偶 而帮助中国夫妇 避免来美代孕 遇上类似疫期复运 这些不必要且难堪的精神压力 与法院出庭等问题 专进美国代孕流程的奖配方 更能以超过15年的职业经验 以律师身份站出来 杜绝黑心代孕公司层层剥削 需要去买卵子的话 我们都会把好像一个dating栏 我们把这些的profile 那些女孩子都选好了 所以他们来的时候 卵子都已经冰下来 就等他们来了 那你也知道台湾最近 已经开始在改这个法律 所以从开始已经承认 同性的婚姻了 所以我有很多客人从台湾来 不只有办法杜绝黑心代孕公司 面对中国夫妇各种独特需求 律师奖配方更能全程精心安排 多达60页的全英文代孕契约 保障当事人权益 我有很多就是说客人 太太如果说有癌症 然后经过化学作用的话 很多他们的卵子都并不是很健康的 然后也不是很多的量 所以他们只有这一两点 一两颗还是两三颗的话 那个风险非常大 所以很多时候 他们连自己的卵子都不能用 然后更不要想说自己怀孕好了 所以很多时候 这些还是要去买卵子的 强调美国代孕 从代理孕母 医疗到法案 每一个环节 透过爱儿代孕服务中心 都能够满足 更多美国代孕须知 将在下一集说明 欢迎观众持续锁定 东文西文团队 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